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两种都需要的 从过去学习不但是事迹 而是学习神的命名 我本身非常喜欢故事 上帝的故事是上帝的作为 当我们进入这一卷圣经的时候 我鼓励你 学你自己的历史 你也同样可以去做什么 回顾过去 前瞻未来 你走到今年 我不知道你人生走了多少了 是不是一半呢 是不是四分之三呢 像我是剩下一点点了 但是过去走过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在这一章里面 他们已经预备神要给他们带去 真正他们所希望的要进去的地方 摩西带他们做一个回顾 说你看 过去你们人是少 看啊你们今天像天上的心那么多 而且我还希望上帝能继续祝福你们 更多千倍 因为上帝要兴起一个民族 来小遇他的教训 我也希望上帝能继续祝福你们 他就会顾历史说 你知道吗 过去 你们给我三件事情 第一 非常麻烦我 第二 我有很大的重任从上帝领受 要告诉你们 第三 你们很多真受 所以呢 我管理你们不简单哦 我独自一天怎么当得起呢 所以上帝就给我 说你去选 选有智慧的 有见识的 为众人所认识的 这三件事情 永远是教会领袖选择的标准 有智慧的 有见识的 有尝识的 有众人所认识 就是人能够接受的 这三件事情 那摩西就回顾了 我就照这样上帝教去做 所以呢 就选了 就选了百呼掌 千呼掌 五十呼掌 十呼掌 就选了 十个人一组 五十个人一组 千呼掌 是管十个 百呼掌 百呼掌 千呼掌 然后又管掌 所以上帝是由主之力 把他们组织起来 他在强调过去历史 施力这些领袖 交代两件事 第一 就是要公义 判断 领袖要公义判断 第二 不可凭外貌 来听诵 不可分 这个人比较 有钱 我就宠他 不能分贵贱 也不要 因为惧怕人 就不敢给公平的审判 他说 这时候都不能的 所以 记得 上帝交代了 要这样做 你们这些做灵修的 以后也要这样管理 这些百姓 上帝爱我们 在我们前面 要带我们的路 直到我们回顾 然后前瞻前面 上帝继续要带我们 人生不管你今天 走到什么阶段 每一个阶段 不要忘记过去 所得的教训 不要忘记过去 神所做的作为 神的爱 不要忘记上帝给你的角色 你的角色是什么 这是上帝所看重 要使用你的角色 特别你假如是领导的 你更要记住 照神的公义判断 不要寻前面 时常走在公义的道路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这样爱我们 使我们从历史来学习 我们不忘记 你爱的叮咛 我们更不忘记 你给我们的命令 主啊 我们有每一个人 不同的角色 神可以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角色上 站立的稳 走得对 走得正确 让我们的生命 影响更多人的生命 走向你 祷告奉子的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